第四集 臉上的弟兄姐妹們 大家好 歡迎回到本部連的頻道 我是連長 這期要分享的是 潛射型的雄鱸飛彈 台灣國艦國造潛艦海昆號 順利下水 現在進行破港測試跟設備測試 而海昆號的攻擊設備 目前是為MK48的魚雷 跟魚叉反接飛彈 車長未來後續的七艘亮產艦 它的魚雷跟潛射型反接飛彈的需求 越來越多 因為只能國外部希望能夠 逐步的將攻擊武器國產化 以至潛射型的雄鱸飛 被提倡的討論時程付出有望 由中科院所研製的潛射型雄鱸飛彈 在2011年的時候 曾經由近隆級的潛艦 進行射擊的測評 也就是由現役的懸號793的 海龍號潛艦執行測評 還經現役的近隆級潛艦 配備有6管的533公里口徑的魚雷管 分別發射重型魚雷 或者是潛射的魚叉飛彈 目前連同魚雷跟飛彈在內 總共能夠吸型的彈量為28枚 而魚雷跟飛彈的部分 均有做過測試的實彈射擊 並且命中靶件的紀錄 至於後續的 國造潛艦原型艦的魚雷跟飛彈的總數 肯定是比建容級大多 肯定是比建容級的吸彈量多 而潛艦原型艦 目前可以是任務需要 攜帶MK48MT-6的AT重型魚雷 以及潛射型的魚叉飛彈 其中MK48MT-6的AT重型魚雷 最多可以吸型到18枚左右 而國造潛艦的後續七兆量產艦部分 對重型魚雷跟潛射反艦飛彈需求量 會相當的多 因此目前國防部內部的規劃是 重型魚雷弄來向美國才採購 即潛射反艦飛彈的系統 由於國造熊峰反艦飛彈家族的性能發展的相當成熟 未來會在美製潛射飛彈 以及國造潛射熊二飛彈之間做一個選擇 由中國院所研製的潛射型熊峰二型飛彈系統 很早在2011年就已經進行過了潛射型潛射的作戰測品 但是因為當時軍方的主流意見是認為 採用在國際軍火市場中已經成熟 並且有很多國採用的美製潛射型魚叉飛彈 相對穩定與可靠 因此國造潛射型熊峰飛彈系統 最終沒有獲得海軍的侵賴 僅進行了少量的測品跟生產 因此軍方人士希望研發已久的潛射型熊峰飛彈系統 未來將規劃重新進行作戰測品 並且以海坤號潛艦原型艦作為測試載台 若是作戰測品符合海軍的要求 將可以成為國造潛艦後續量產型潛艦的重要武器裝備 預計在明年3、4月間進行海測試後 進行超雷測試以及潛射型熊峰飛彈的測試 以驗證潛艦發射系統跟魚雷系統的整體功能是否結合順暢 由於潛艦國造為既定的政策 因此在原型艦通過了破港測試、設備測試、海上測試 進入作戰測品時 後續期少量產型潛艦準備進入生產的同時 軍方會同步規劃相關武器系統的選定跟籌獲作業 國造潛艦配備國造潛射反艦飛彈系統 可以說是相得儀仗 也可以使得國造潛艦的自治率再度提升 由於熊鵝反艦飛彈研發成功至近相當久 技術也相當成熟 熊鵝反艦飛彈有多種的延伸型飛彈 其中空射型熊鵝跟潛射型熊鵝都曾經進行實彈作戰測品 雖然最後沒有獲得空軍跟海軍的採用 但是敗部復活的機會仍然是有的 目前執行戰備任務為艦射型陸射型 而周圍則希望讓國產的熊鵝飛彈 能夠達到艦射、陸射、空射跟潛射的全方位的運用 如同魚叉飛彈一般 熊鵝二型飛彈可以說是我國海軍主要的武器裝備 也是我國海疆防禦的重要武器系統 先已有BLOCK-1跟BLOCK-2兩種構型 目前已部署的載台有 成功級巡王艦、康定級巡王艦、錦江級艦、光六飛彈快艇、頭江級金艦 這些都是屬於艦射型的 而過濾針地跟機動發射系統則是屬於陸射型的 根據了解 中科院跟空軍曾經以AT-3教練機 研改的A-3攻擊機以及IDF戰機 配掛空射型的熊鵝飛彈 進行對地對海的實彈射擊機驗證 而這筆結果認為這兩型飛機都能夠達到 配備跟射擊空射熊鵝飛彈的要求 但是空軍最後引起其他因素而為採購空射型熊鵝飛彈 而在潛射型部分 中科院跟海軍曾密集在外海進行代號為 瑞隆專案的戰力測評操演 操演內容與金融機潛艦為載台 進行中科院自行研製的潛射型熊鵝飛彈的測評 最後因為軍方政策決定採購美國潛射魚叉飛彈 使得國造潛射熊鵝飛彈被捨棄而無法量產服役 至於很多人疑惑的是熊鵝飛彈系統的構型在外觀上面有明顯的機器 跟魚叉飛彈的外型並不相同 大家都會質疑說這個如何用潛艦的發射款打出去 軍方人士說發射出去絕對沒有問題 裝在彈囊裡可以比照魚叉飛彈打出去也是可以的 但是打去哪裡參數怎麼設定戰鬥系統怎麼弄 這部分主要還是要靠中科院來加強這方面的系統整合 也就是中科院的潛艦戰鬥系統成不成熟 至於潛艦戰鬥系統成不成熟 主要是指中科院的血下舍控部分 關於彈體的構型、導引、參數設定等 就算是使用國外的戰系 那麽需要整合自家系統 被放置在後續的量產艦、新潛艦上面 或許顯赫型的熊鵝飛彈 也不另限定說在海昏號等新潛艦的載台上面 也可以在中科院也在研發的 匯容計畫的無人艦領上面去實施 也是一個相當不錯的隱匿方式 以前今天發射不管是魚叉或者是熊鵝 一旦發射的時候馬上就要頓走 以免被敵方發現所在位置 遭受飽和攻擊跟搜索 最後再補充一些海昏號 在3、4月份做海上測試的時候 海上測試超雷部分 所使用的魚雷將不會是MK48的重型魚雷 因為1美要1億元 那可能採用的是 之前通過印尼採購得製的SUT魚雷 或是美國所提供的測試超雷 也是一個不錯的想法 就如同未來有可能採用鋰電池一樣 以上是本期節目內容的分享 謝謝大家 我們下一期節目再見囉 拜拜